哈喽,大家好,浪子走中国,用脚步丈量中国 我现在来到深圳的龙华街道 在我的前方就是龙华汽车站 这个视频我将带大家走进龙华汽车站后面的城中村 玉翠新村 玉翠新村是许许多多来深圳打工一族的落脚点之一 下面跟随我的镜头一起走进玉翠新村 找寻一下在这个城中村的打工记忆 龙华汽车站每天都有人来深圳 每天也都有人离开啊 人流量非常的大 现在这个天桥下面已经成为日节大省的基地 这里的外来人口比较多 鱼龙混杂的 外来打工人群不容易啊 下雨天还要为生计奔波 到处都会看到拖着行李箱的打工仔 玉翠新村的公寓酒店非常的多啊 但价格都比较贵啊 因为离龙华汽车站很近 前面就是玉翠新村的路口啊 里面的出租房都很高啊 现在是下班的时间 所以人流量非常的大 这个村的美女小姐姐也很多 玉翠新村的交通很便利 这里离青湖地铁站也不远 所以很多在室内上班的打工一族 都会租住在这个城中村 深圳这边湖南人比较多 所以香干木桶饭到处都是 玉翠新村的出租房很贵啊 这个公寓一个单间要一千多 这些都是公寓啊 前面有超市香月真菜 香菜比较多 深圳的城中村晚上都非常的热闹 因为很多打工者都下班了 这些金庄的公寓都要一千四 一千五啊 太贵了 深圳这边城中村的农民房都是很高的 十几层的 不跟江浙一样就两三层 城中村的快餐店比较多 前面有广东有名的龙江猪脚饭 这边还有住宿 深圳城中村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打工者 陕西面馆 各个地方的美食都有 生活超市网吧 这个城中村还是相当方便的 这个里面的房租可能要便宜一点 因为光线不是很好 玉翠新村的房子太密集了 这个出租房密密麻麻的 还有一个玉翠老村啊 在那一头 等一下我们去玉翠老村走一走 这个出租房也太多 这个城中村的外来人口达到了十万 很多本地的房东都是整栋承包给二房东的 玉翠新村还是蛮大的 玉翠新村出租房 最差最差的也要八九百一个单间 烧好一点的都要一千多 城市快餐 打工人的快餐 这个城中村的街道还是相当干净 可以说居住环境比广州的城中村好多了 前面是干香木桶饭 这个城中村以湖南人江西人湖北人为主 到处都是公寓出租房多如牛毛 现在我带大家去玉翠老村走一走 东北大县饺子 重庆小面美发沙龙 这边还有高级公寓 前面这一块是玉翠老村的 我们走进玉翠老村去看一看 下班的人流量非常的大 主住在玉翠村的很多都是在室内上班的 这个村有直达福田的公交车 交通非常方便 以前玉翠村周边是有很多工厂 现在基本上搬光了 这个香菜馆还挺火的 老村就在一个山坡上 老村的出租房也是密密麻麻的 这边的房租稍微便宜一点点 也有八九百一千的 看一下这个出租房 这种公寓最便宜的都要一千四 湖南的餐饮到处都是 这边还有一个停车场 停车也是相当方便 这还有一栋烂尾楼 不知道什么原因烂尾了 这边这种出租房便宜一点 大概也就八九百就是这样的出租房 这一栋外墙都没有装修的就已经出租了 这老板也太精明了 还市一周 这个出租房真的是多了 深圳的外来人口太多了 即使这么多出租房 这个房租的价钱依然是降不下来 而且每年都在涨 甚至三个月涨一次 这里就是深圳荣华区的玉翠村 你有在这个城中村的记忆和故事吗 可以在下方分享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浪子在穷游中国的路上 我们下个视频见